他们来得突然,走得也很爽快 当然我指的是两架意外降落在台南机场的美国F-18战斗机 当然,他们的来到令台湾的军事迷非常的兴奋 或也引起了国际间广泛的讨论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场计划性的意外 当然支持这种说法并不多 不过无疑的,他们的降落是经过选择的 因为这架飞机虽然技术性的降落在台南 不过毕竟它不是迫降 换言之,当时的情况,它可以选择降落地点 而它的上级让它选择在台南降落 无疑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传达出一个政治的讯号 而这个政治的讯号应该就针对如今的亚太形势 难怪飞机降落第二天,中国大陆当局立刻提出了正式的抗议 当然这个事情随着飞机离开应该也就结束 不过无疑的,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美国人刻意地释放出一个讯号 就是它在东亚的军事影响力依旧是十分强大 同时也某方面凸显了台湾的战略盟友的角色 当然这个角色,如今我们是不是情愿来担当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管怎么样,这两架飞机的到来 的确给台湾带来了一阵意外的糟动 这两架飞机是属于美国陆战队派出在日本的 谈到美国陆战队的军力当然是非常的精锐 目前它大约有相当于20多万人 除了空中之外,地面也是非常多 其中大约有12000人是属于女性 问女性从军究竟能不能够从事第一线的战斗任务 一直有人怀疑 因此美国陆战队从大约两年半前开始进行一项考验 跟一项长期的实验 就是让女军进入各种的实战的演练跟体能的操练 希望透过这将近三年的完整计划 来验测也检验究竟女兵可不可以在第一线从事战斗任务 到目前这一直还是个疑问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些女兵在如今经过了两年半的考验之后 她们的成绩究竟如何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信任 甚至期待将来女兵在第一线保家卫国 美国的特种部队真有可能出现魔鬼女大兵吗 戴明摩尔18年前的电影曾投下震撼弹 然而现实中女性能否派遣到最前线担任地面战斗任务 海军陆战队两年前展开史无前例的尝试 基本的战斗训练是一回事 想真正站到第一线取得步兵团课程门票 不论男女都得先通过魔鬼测试 她叫梅丽莎资源参加维吉亚洲的测试 才157公分但人小志气高 如果你看到每天的参加率 你永远不会成功成功 我试试不认为我女生 我会像其他女生 我只会专注于像莫莎 梅丽莎是现役女中尉 不但是铁人三项选手 还拥有生化医疗学位 她想证明性别和体型并非限制 对 这就是那种概念 女人不能做折扣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视频上 我们可以做它 向上拉要靠力气 而且身上还背着陆战队 重达四五十公斤的装备 这对拉单杠是一大负担 梅丽莎达到了至少三下的要求 我们可以让队线低线 但这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 因为战斗的实际上 不会改变成性格 敌人也不在意 你是男人或是女人 梅丽莎刚开始表现不差 但扭伤脚踝 在炎热又充满未知的考验中 梅丽苦撑 但到了障碍赛 高度25英尺的攀绳 整个人傻眼 我准备了一分钟 你知不知道 有点勇气 你只能去 她耗尽力气 只爬了一半 掉下来后 就再也上不去了 整个障碍赛长达25公里 连男性都有20人被刷掉 开放女性测试两年来 20名女性几乎全部杀雨 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而通过前面阶段的人 还有漫长挑战 如果他显示疾瘩 就完蛋了 最后再被丢到加州一处 偏远的沙漠山区 如果有女性撑到这里 得和这些人一样 被52公斤的背包 在寸步男型的峭壁上移动 而气温高达摄氏43度 就连表现最好的男队员 也坦诚这很困难 我们有多长时间 无情的敌人 恐怖的讨厌 还有沙漠里的香尾蛇 以及蜜蜂蛆 蜜蜂被人体湿气吸引而来 但千万不能拍打 否则会惨遭遮咬 日落之后 这些人才能喘口气 但得找到一小块 可以落脚的平活 长达86天的漫长测试过程 有够折磨人 我们第一次的犯罪 我们第一次的犯罪 但有女性的体能 不输给男性了吗 北卡州的木兵测试营 有这么一号人物 妮莎是位具有爆发力的运动员 高中曾参加男子足球队真是 网上拉单杠不是太大的问题 和维吉尼亚测试营的 零通过率相比 北卡这里还有三成四过关 但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这里没有要求 背着重装备 困难度当然有差 女性的体脂率较高 上半身激励明显不如男性 此外还有另一项困扰 男女生理上天生不同 对女性来说 要通过相同的测试水平 男上加男 明显接下来其实还有 无数艰困关卡 海军陆战队为期三年的测试计划 如今只剩下9个月 到第一线作战的魔鬼女大兵 可能诞生吗 年底前便知分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